红终出口 抱极 大家首读的一部经 常常读到这部经 可能你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地藏佛萨本愿宫格经》 在第一品《婆罗门女就词清论》里面 第一品中是《道理天宫品》 好像有讲到《婆罗门女的父亲》叫什么 是我善贤 母叫月地利 事实上这整部经中 它都不是跟你讲神话故事 它就是在跟你谱出一个根本心性之中的 本来的情节 本来的图图 决心线前处 每一个大决启用当下 别发现在决体上 本来大决你不能分说它是什么像 可是决心必能限用啊 所以从体制中一定能够入一些法 能够承认借用啊 在承用之时 你似乎就能够分出阴阳而降 所以在用当下 在世间时就阴阳而降 阳者叫大照 阴者叫随论 那大照是因为决体必然能够随缘的大照 所以既然它能随缘 所以当下随缘处就变成普论的阴性 阴叫做阴父 阴盖就像树印一样 盖在大地 它可以论身 滋问 所以这是一切众生之父 怎么叫众生之父 一切念头的最初起处 最初起处叫施罗善限 叫施罗善限 但是却在它因为它施罗善限 清静行为 它必定能够随缘普现处 你就发现决心之中 它就能够向下普论 一般凡夫 最初流转 就是因为大觉正在随缘照物之时 随这个心指之中的 阴阳二相的阴性普论当下 随它在伞受之中沉沦 所以那个叫阅地利 因为你能普论物 所以再黑就论成黑 再白就论成白 在种种感受之中 就论成种种行为作用 所以那个叫做阅 阅者从心从对 心随缘兑现之时 又叫做喜 欢喜 地利呢 地利就叫旁行 旁行叫不正行 旁行是本来都是诀 都是施罗善限 可是它一定能随缘 随缘时 你会发现它就一圆而行 叫做旁行 这是一界众生 更流转的根本 就好像镜子现出镜色来时 镜子它本来就是大照 这个大照是什么样 所以它一定能够现照 现照就是因 那一界众生就在进体现照之时 从此以后暗昧进行 所以阅地利你要看错时 它就是最初的流转向 所以在经文之中说 阅地利呢 其母信邪 这个信心的信邪 但是这个信心的信啊 信用的信其实就是自信的信 因为你自信之中是邪 所以说一切起承作用就是邪 你在这个图体上 它就是信中常常起偏起 于种种缘起 其母信邪 那你看经文写的 它一定恰到好处 它不会跟你讲它不信三宝 常清三宝 常清就是你在这个觉体随缘现前处 你就吐吐 时时你就会忘记根本佛法身的问题 明明是大觉所限 可是现前处你常常就忘记佛法身 佛就是大觉的根本大照 法就是他一定能够随缘入罩的种种的智慧 僧就是在入罩的时候念念之间 他一定能够静持的根本心中的本来的亲近 可就在这个本来的亲近现出种种感受时 你就会忘记你的本体 忘记你的性体 所以叫常清三宝 本一是修行人都在哪里修 刚开始修行时在哪里修 就在你这个入室的阴相和女相之中 所以这刚好也讲到佛门中的讲到男女教 汉传的在中国的这个祖先之中 讲到的道理是讲阴讲阳 佛门中是大部分讲男教 但是说这个男说这个女时 只不逐这个相末在我们现前说男女 他是在心性之中达性故显性故说种种男女 我们虽然今生不管已经随着过去的夜感夜性 已然是身体形状已经分成男女二相 实际上你在男女二相之中 个别体中他都还具足阴阳 都还具足阴阳 今天你不能说我现成女相以后 我就知道女人了 假如我就是女人的话 那女人将来往生之时 女相已死你岂不断灭 假如你是女人将来难道 有善业不能生天 有恶业不能往下堕落成三土吗 当你堕落三土的时候 你又是哪一个 你又是何神又是男 又何神又是女 你过去堕在阴阳二相 心中念念攀缘物 所以念念攀缘 慢慢背诗的觉体 常常堕在感受之中 感受重物 就算还有福德 心性故事将来成人 就是女人 就是女人 所以女人向着 过去烦恼重度做女人生 烦恼重是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随大照之时 你就随阴而闲 随阴而度 那叫烦恼重 那你告诉我 那现一个男人的时候 就一定是过去烦恼不重 只要是人间的男女二相 都已经叫做什么 叫做阴 都已经叫做阴 这怎么讲都已经叫做阴 这好像我们中国老祖先的道理 根本的性德是阳 但是阳中一定能够随照 随照的时候已经叫做阴了 那个随照就叫做母 叫月弟弟 在随照当下 你再说种种照 那个叫做少阳 那个叫做少阳 也叫小阳 那个时候的阳 已然是从什么 从母体中生 从阴中生 所以世间人像 不论男女 都从母亲拍中而出 都从阴中生 所以这个时候的男 世间的男士 过去虽然已经坐在阴中 但他还不是那样的执着的感受 或者是他曾经有过一点善念 今天再生为人 坐在人间 因为在人间也叫多 还能够现出男行 但是现出男行时 因为他具足世间的种种流转 所以有的人现出男行 他比女人还执着 那他已经现出男行 是过去的善根善业 但是现出男行以后 比女人还执着 你看到他现在 现在心性之中流转的执着 你就肯定他将来再生为人 就必定是女人 那现在你们现的是女相 虽然有的人是现女相 女相现前是过去的执着 那有的人现出这个女相来时 有的人女相之中 他居然比一个男人 还有丈夫相 因为为什么 中生的业力就是流转相 因为有流转物 所以他才能够度脱 因为流转物 所以他才能够解脱 所以他才能够变化 所以有的女人 他是现流转相 虽然过去的业感之中 是坐在女相烦恼精神 现在女心 就好像感冒 虽然他已经患到了感冒的种种的病毒 可是有的人现病毒时 他是什么 他是病要好时 虽然我现的是感冒下 可是在我的体中是 慢慢慢慢 已然要痊愈之时 那有的女相就是正现病时 所以你会发现有的女众 执着心真的很重 执着心很重 就像突然感冒 那当然是病毒最重的时候 但是男人呢 男人在哪里看 其实男重啊 男重在法中 在人间中 你只要明白女相时 你清除女相 不被女相所堕时 那个就是男重 所以男重 只要在世间 不明白女相 将来都堕女人因 都堕女人因 所以佛制女病 八十四态 是吧 他不是给比丘尼看 是给一切行者看的 让你念念之间 看你是不是还 剁在女病之中 二堂师父就是比丘尼师父 当下审查 自己是不是还剁在 种种女的病原当下 将还剁任何病原 今天心生才会赶快疗志 将来必托女神 现在的比丘 现在的男重 因为我们还是凡夫 也要看这八十四态 看现在哪一法中 虽然我是男人 但我们用一法 剁在女病的种种 叶丹中 假如还剁在女病 将来必是女人 所以不是世上莫里佛写 那个女病八十四态 是不公平的 没有不公平 他是告诉一些行者的 你不要剁在女病 你就是男人 男人在哪里说男人 他不是女病 就是男人 所以男人自己不立像 他看到女中 女中若是人治 就是立像 所以地藏王菩萨 只是度母 从来不说度父 因为他不立像 施罗善陷 他只说地藏王菩萨 母亲已亡物 他从来没跟你讲 他父亲还在不在 他不会讲他在不在 一救度母亲 父亲就度母 在这个信中 因为经中就是讲这个信 若是你在随缘的随造之中 月滴滴当下 你灭灭不随 月滴滴的夜感 这种信中的作用 向下沉沦 那就是十额山线 所以不必再说更度十额山线 所以根本是以法性之说 他就是根本趁性而谈 趁性而谈 千一法可以动周身 救他的母子 都救全家 那你说 为什么是月滴 那个婆罗门女呢 因为一切行者 最初要发心回家时 都在哪里回家 就在这个意识 每个念头的末梢回家 在每一个感受的末梢 我们现在凡夫要回家时 也是念念之间 在这个感受的末梢之中 知道什么 知道自己的沉沦 想要找到自己的本来 你想要找到本来 就是看的 就是现前的末 意识之中的末 所以你想要找本 是已然知道末 所以本不必立 知末就知道本 就能达本 这是决心 长到决心的作用 尤其是长到原决心 一定要在这个决心上 叫不断的谱心 将来你才有可能在经文之中 什么叫地狱进攻 皆成净土 有信无信 都成佛道 那这里面的 叫前面不懂 后面的经文更难去剖析 只要到最后 只是在经文上 不断的这样子铺陈 大家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懂 所以一定要在之前 在每个文字 已经习惯 就这样子去观想 就这样子去思维 所以那一念中 就是你念念之间 向下去不断的润身 之所造成的所理解的沉沦 所以那也是女像 但是在任何的女像之中 你要知道她的母体是什么 所以不管我是男众修行 你是女众修行 我最初立的那一念心 想要规加的那一念心 在新种的性格 性向中看 还是女 你要在这个女中 所规加的 但是这个女 已经不同过去的女人了 过去的女人是因为 越地律为母 所以所限的 种种的 所有世间的感受 那个女像 就成了世间流转 可是世间流转的 这个女像 这个音像 你要懂得回头时 叫婆罗门女 当你知道是婆罗门女 你呢 过去越地律的母体 就小亡 所以母亲已亡 是在这里说 亡故 在这里说亡故 想你根本不懂得回头时 母亲就在 所以有很多经文 就讲母女 母亲就在 你当要回头时 母体消亡 你过去的越代母体 就消亡 越地律就看不到 但是你站在最后的 那个女像中 站在最后的 新意识的那个 鼠婴的这种作用里面 想要回头想要回家 我说鼠婴就是 它一直在感受上润身 所以那种鼠婴 你在感受上润身 你想要找到自己 更本本的本来面目 想要回家 那叫婆罗门 为什么叫婆罗门 婆罗门者 范形 范形的范 是一个灵 一个范 灵是片立下 范就是范情 所以中国字写得多好 范叫清净 但清净在哪里 可以证得清净 是在一切法中 一切烦情片立处 你处处大明 就叫范 你不敢担当一切法中 一切烦情片立处 那都不叫做进行 镜子能够看到一切法中 一切色片照处 镜子叫做进行 叫做范行 你不能知道还叫做范吗 那就是犯罪的范 那就不是那个清净的范 所以婆罗门女士范 当你立了那个归家的心 那叫婆罗门女 所以不管是男重女重 现在现在行 以及到相末的男重女重 你最初修行归家那一面心 都是婆罗门女 所以叫地藏前身 就是地藏前身 那婆罗门女在哪里归家 所以你当你真正在现在的夜感 现前处 这个女像现前处 你知道自己怎么流转时 一念心生惭愧 想要回头找到你的本来念慕时 你当然知道你过去怎么流转 你当然知道过去怎么流转的 就如经文中讲的 他知道其母性邪 长青三包 这个往生必多恶趣 这个母体上必多恶趣 那你要如何改变你的母质呢 现在现前的念头 已经念念想要回家 那你如何面对心中过去的母体母质的夜感 如何能够做种种整计 种种把旧 所以他念念之间 在绝华地自在王 先佛塔四大行共药 所以你看经文 他不讲古佛 叫先佛 为什么先佛 任何念头现前处 不管你是月地地 是佛善现 都是大觉现前 这个根本就是大觉 叫先佛 先者 表率 你要先认那个最初的本体 叫先佛塔四明 那他前面还有一句话 叫遂卖家宅 广求香花 所以在地藏的经中学义古德讲 他卖的家宅是卖谁的家宅 卖他母亲的家宅 卖他母亲的家宅就是什么 把你母质所有过去的氛围全部卖掉 那叫变异 卖叫变异 变成什么 变成对佛的供养 叫广求香花 把你过去的那种叶感 全部变异成念念 供养大觉本体的香花 香者普勋像 华者开发香 这广求香花 在于先佛塔四大型供养 先佛就是念念之间 到提悟最初的绝照 那个绝照叫什么 那种绝照就叫做绝华定 根本大觉现出种种开发 从来不流转 叫绝华定 于是乎法法能片心 叫自在 它是一切法的一切事件的统御 根本叫做王 要先在这边心中 里绝华定自在王 所以这个绝华定自在王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无量光 无量寿 你要知道那就是无量光 无量觉体 无量光 就是无量寿 你念念在这边 里绝华定自在王 你念念已经变卖这个家宅 念念变卖家宅 就是变卖过去的种种 五直的叶感 心体之中的叶直的叶感 已经念念已经向佛不断的参就 这叫变卖 所以念念在参绝华定自在王时 虽然你还未证到这个绝华定 突然有一天 你会在心里深处冒出一点声音 就是好像行者若是参见念仙时 从有一天虽然未证 可是突然在心里深处冒出声音 感觉说你已经找到自己的决心了 这是见识就是如此 你自然会在心里深处冒出声音 为你自己证明你已然行为确定 所以忽闻空中声曰 我是如所瞻理者 绝华定自在王时 空中啊 在信中 空中 它不在你现在的表象中 像中 它是跟你信中的 婆罗门女文此生意 举身自扑 智洁皆随 对吧 这是经文 你这一面心 过去那个婆罗门女的心 但要是闻到你心中 面念参救时 只要有一点你参透 感觉到你已经找到时 从此以后 你这个行为的坐持之下 这个婆罗门女的坐像 听到这个声音时 这个坐像 就会在这个声音中举身自扑 就是我昨天讲的坐像全消 举身自扑 智洁皆随 就是已经全部融入在 你已经觉得 你已经 那个气氛中了 不必再说 你念念回光 念念去残 你站在这个体上 叫智洁皆随 左右扶持 智洁皆随 虽然已经到了无座了 可是不是说 从此以后没有信用智慧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实际在 绝华定自在王中 这种智慧里面发现 再左再右 能够起神大力的 左右扶持 在这个左右扶持之中 你本来是过去世间 世间行者 回头的那种至诚恳切 勤劳之下 就勤苦之下 现在突然证得时 你马上就变成在心中 慢慢心中 已经理出明白 就理明 理明道路的 种种心中的智慧 然后左右扶持 从此以后 你站在这个心体之中 再说你如何下下修行 那么叫做良久方苏 所以过去那个地藏经的方苏 是用一个根生 苏醒的苏 一个根 打根的根 旁边一个生命的生 根生 虽然不是用那个苏 交苏的苏 是用根生 变换生命了 已经不同那个生命了 他叫良久方苏啊 所以他才叫你 你一日一夜回去持久 阿地自在往 一日一夜做事 你当你知道这个觉体时 你念你之间 在念头所有的起照之处 叫日 在无照之时 就念头你认为 无照之处 决心不作之时 叫做夜 有照无照都是觉 都要参觉华定自在往 叫一日一夜 从来不二 然后你就能够看到什么 你在这个一日一夜 就能真正看到觉华定中 在任何的有照无照 都能够看到根本决心的作用 过去就在有照无照 都是三途夜海 现在在有照无照之中 你都知道是大觉心体 你当然看到过去沉沦的夜海 所以感觉到突然到夜海中 但是夜海已经不是过去的三途了 已经成清了之 所以再问他的母亲 他无土鬼王 过去本来是土 鬼王哪个不是土 鬼王就是你心中的败坏 那种心中的念头的势力 可是当你参道如是时 当你念念回光时 一切败坏在你现前 在你前面 心中啊 他一定有向下度 像月地里那个度的那个作用 心中必定他能够向下去度 假如不向下度 不叫大觉 这块张镜子他照射之时 他不能够随缘向下而去度 去呈现 度 你不要想说这个度字 用的是不是太差 不是 度中国字怎么写 水土 水这种长样 水这种土性 就是度 你不知道那个水 你那个才叫做从度入度 那个叫沉沦 本来就是他能够度 本来就是能够呈现的 你过去不认识他就是有毒啊 你过去认他 你去认他 使他一样这样的呈现 他却叫无度 他无害 一样呈现 一样现前 一样向下 所以下和十方众生 本庙六道众生 一样的同一碑 他绝对不一样 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问那母亲呢 你是看不到母体的 母体已然升天 你在你的心中要是念念之间 在这一面已经开始回头 开始懂得改变自己的母质 你是看不到她 假如你看到她的 那母语就是二法 你看不到她 亦然升天 那过去你看到那些感受 一直不再向下 那叫做有毒 那是鬼王 现在你敢担当决心 他就是念念向下 但念念向下 已经叫做无毒了 已经叫无毒 所以他是财首 财首菩萨史 他是一切决心之中 你最初看到的财宝财富 你敢担当心中的智慧财首 对 所以想到罗子 你还可以看到 施罗善线月地里 所以谁说跟你讲佛门的经典 跟你讲神话故事 没有一部跟你讲神话故事 你看不出来时 那都是神话 你看出来时 哪个故事 当下知止行者 当下这一面的根本 心性之中念念的图腾 你不能够知道这个图腾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回家 所以为什么有人都说 地藏王菩萨 只爱他妈妈 不肚他爸爸 地藏王菩萨过去都是女人 你哪个起情都是女人 你将来 现在你现在是 二藏王师父是比丘尼法师 你心中念念之间发生 那种心中的那种羞耻 发生那种惭愧 那一面 都是将来的大丈夫种子 那一面就属羊 这将来献出法神 你就是他还不是世间男相 世间女相 他是根本法界大丈夫相 所以一切经典是趁性而谈 你不能逐墨而论 趁性之谈 他一定能够解向墨 他可以解释向墨 但你不能够指使向墨 来想要毁摇趁性 你不能拿到向的墨中想要毁摇趁性 那是错的 战争 要看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